都市生活的节奏是越来越快 大家都是努力挣钱 但是有一些人确实觉得太忙碌的工作 反而是剥夺了生活品质 向往回归到大自然 青麦就有这么一家农场 正在探索一种可持续 亲近自然 又能够让人们内心充实 获得成长的生活方式 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入住 今天的《太北玫瑰青麦创意》系列节目 就要跟随我们的镜头 去这一家被称为 《太北乌托邦的永续农场》 感受人和土地的连接 青麦城区 往北50公里的村落里 坐落着一家小有名气的 永续农场攀攀发木 永续 只有一套整合式的设计理念 包含农业 建筑 生态 甚至财务管理和社区规划 建立亲近自然 可持续的系统 实现内部自给自足 这位来自法国的22岁女生劳瑞 正顶着烈日辛勤地在农场里劳作 这天上午 她的任务是帮忙收获地里成熟了的泰国甜瓜 并负责把瓜羊铲除 为播种番茄做准备 劳瑞是一名环境学研究生 对世界各地的农业系统很感兴趣 在妈妈的朋友介绍下 趁学校假期前来当义工 而且她计划要住三个多月 劳瑞在田里忙活的同时 来自美国的安德鲁 正在树上干活 她今天的任务是修整树枝 这样的体力活 是她在美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同样来自美国的27岁加州小伙子 加斯蒂尔 刚刚结束了早上挤牛奶的工作 她的主要任务是 照顾农场里的两只奶牛 而且这是她第二次来农场 从事支援工作了 这次要住上九个月 她说城市的忙碌生活 让她感到厌倦 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 所以她会不时前来这里 思考人生 根据农场的志愿者项目 参与者必须住最少两个星期 同农场居民同吃同住 共同分担任务 不过志愿者需要支付基本的生活费 像劳瑞在农场吃住三个月的费用是两万泰铢 也就是大约八百新元 2003年 乔恩和他的美国籍妻子创立了农场 由于他们把农场的资源开放共享 陆续吸引了来自泰国各地和其他国家的约20个居民入住农场 由于想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农场于是设立了志愿者项目 供新来者短期入住 以避免农场人口过剩 农场吸引志愿者的因素 其实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追求简单的生活理念 衣食住以及医疗等物质需求 都是以生存所需为主 知足常乐 第二个是精神追求 农场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方和课程 提倡不断学习 抽食人生 那么农场最受欢迎的课程 居然就是怎么用土来建造房子 把泥土混入碎洁杆 加水搅匀 再经过模具定型和晾晒 就做成了太北传统土房 最主要的建筑材料 土瓦 农场创办人乔恩 是泰国一位有名的土瓦匠 他一开始只是想要把 建房子的手艺分享给大家 却没想到每次的土瓦建筑课程 都是爆满 他觉得城市里的高房价 提高了人们对建筑课程的兴趣 实际上农场的数十座房子 都是志愿者和学员们一起建起来的 一个21天的课程 学员们就能够学会建一栋房子 而像这次的四天短期课程 学员们只是简单学习 怎么做土瓦 在新加坡工作的泰国华裔皮亚丸 特地和妈妈来这里学习充电 其实我那个兴趣就是 怎么建那个屋子 如果我请别人来做 我也可以一起看一起做 建屋子就是一个东西而已 它有教别东西吗 好像怎么做肥皂 还是教我们怎么做Indian Cheese 此外农场还有语言课程 烹饪课程 园艺课程和健康课程 甚至还有可持续发展课程等等 只要居民和志愿者有什么技能 都可以在这里开班授课 此外这里也是一个种子中心 目的是收集储藏和研究种子 泰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在农场居民眼中 保护生物多样性 关乎国家和人类的粮食安全 我从中学家里 我没有关系到它 或者是从我吃的东西 所以当我开始与栋梁员工作 它真的影响了我 学习什么是可能的 和你自己可以育成的 那些食物的安全性 是由核材料来源 除了从志愿者和访客那里收集种子 农场也同其他种子中心交换种子 十几年下来 他们已经收集并亲自释种了 400多种蔬菜和水果的种子 并根据种类特性分类储存 近番茄 他们就收集了全球90%的品种 各种各种种类 那是柠檬和柠檬 你能看到这种不同的种类 有很多种类似 你能够有很多种类似 我们要重视着核材种类 你能够再次育成 那是野菜和鸡 像厨房的种类 因为我们觉得 那是人们最难找到的 农场每年也会分发出去 一万颗种子 希望为保护 泰北生物多样性贡献力量 第二种种类似的是想法 我们尝试与其他人们 与其他人们 与其他人们的想法 就像我们分享的核 我们永远变化 永远变化 学习新的东西 相似的生活理念 对新知识的渴求 把天南海北的这些陌生人 聚在这家农场里 大家像家人一样生活着 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推广 这家小小的青麦农场 还在继续探索着 看着我了 看看你 最后还是很介络的 听到真相似的